这大过年的梅西和贝克汉姆各发了一条拜年视频 但仔细一看吧 梅西那条应该是美粉给他用AI做出来的 只有贝克汉姆的那条才是真的 看来梅西的粉丝确实对他是真爱 都这样了还准备给他能在中国卷土重来铺路呢 倒是作为梅西的老板小贝 拿着筷子端着一碗面 带着喜庆的中国红围巾给大家拜年 最后还不忘专门学了几句中文迹象话 诚意满满 包括C罗罗纳尔多也是在大年初一 第一时间向中国球迷拜年 这些举动一方面是他们选择 尊重中国球迷而行的中国礼仪 我们中国人不就讲究过年送祝福 讨个好彩头吗 另外一方面也是说明了 中国市场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 例如梅西在日本的票价才卖多少钱了 哪怕是离开台最近的也才卖2376港元 观看台上连一半都没有做满 而同样位置的在香港票价是640美元 也就是5000多港元 比日本贵了一倍还多 现场观众爆满 比日本要多了五分之三 人家香港主办方公布了账目 本来是卖票收入是一共1.57亿港元 支出成本大概是1.44亿 这就等于是有了1300万港元的利润 再加上1600万港元的赞助费 利润就有了30千万港元了 但就是因为梅西现在做出了50%的退票决定 最终算下来反而亏损了4300万港币 要不大家都说除锡除锡就是除美玉吗 作为迈阿密国际的老板贝克汉姆 也是感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从当时香港的比赛现场就能看出 虽然梅西全程摆黑脸 但是贝克汉姆还是态度非常友好 跟现场的球迷挥手之意 还有各种采访 合照签名都很配合 跟梅西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事后再结束了香港行 梅西去了日本踢球 作为老板的贝克汉姆找了个理由 并没有跟着去 这一点小贝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不然整个迈阿密国际俱乐部 在中国的好感就一点也不存在了 虽然小贝是老板 但梅西也占有迈阿密国际的35%的部分 所以他上不上场 他自己是有话语权的 掌控权完全在他手里 所以小贝拿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很明显 梅西就在前面拉脸子 小贝在后面打圆场 所以可想而知 小贝肯定现在是 对梅西的做法是很不满的 我辛辛苦在中国获得的好感 全给你败光了 中国球迷的热情被梅西狠狠地践踏 接着从他一下飞机就能看出端倪 当时在现场的时候 有主持人还在那说话呢 梅西就和迈阿密国际队的其他成员 都还没有等到仪式结束就离场了 把司翼和嘉宾都晒在原地 司翼礼貌地喊他们留下 全装作没听见 一点礼貌也没有的 居然桌上大巴就走了 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尴尬 后来又拒绝上场踢球 整场都是双手插冬 嚼着口香糖 吹着泡泡 一副高冷无比的神态 不仅拒绝领奖 还绕开了握手的环节 躲在了高格子的后面 当时只看到小贝依在给他打圆场 在香港说是福古勾拉伤 有董毅的网友说 福古勾拉伤 至少要两到三周才能恢复 所以说梅西在日本的表现 简直就是创造了医学奇迹 咱也不知道他到日本是喝了什么神汤 一夜之间就痊愈了 目前为止除了四川IP的那个贾梅西 发布了一个看似对香港之行的解释之外 真正的梅西本人没有任何的表示 在前几天意识上 他更新的照片也是他一家人的合照而已 你说他对中国的网友愤怒毫不知情 恐怕是不可能的 就连美国媒体也在报道这事 并形容称为梅西之乱 他对于在香港之行的行为完全没有反思和道歉的意思 明摆着就是不在乎 非常值得点赞的就是 中国足协网删除了梅西的所有的内容 而且杭州体育局已经做出了表态 取消了梅西的杭州之行 另外还有姚妈的一个足球栏目 也把梅西抱着大理神背的镜头 换成了德国队长拉姆旁边的镜头 这里必须给杭州体育局点赞 必须给姚妈点赞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偶像 但作为中国人追星一定要绷着膝盖站着追 既然他选择践踏我们的热情 那么也就不值得我们尊重 将来再想到中国捞金 怕什么门都找不到 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